大家好!歡迎大家再次來到劇推時間 暑假追劇沒有靈感嗎? 那就緊接著看下去吧! 作為七人的逃脫續集 這次劇情依舊荒唐又浮誇 雖然演員們的演技都不錯 但看著各種老套的狗血橋段不斷重複 還是會很想回頭問問自己 嗯...到底看了些什麼? 如果真的很劇荒 或是你就是狗血劇的忠實追隨者 那就打開來看看吧! 本來很期待這部末日題材的播出 但因為主演的負面消息 整體劇情都做了一定程度的調整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 導致很多劇情都有破碎感 讓人無法好好投入看劇 而主角的設定也不是很討喜 整體除了可惜還是可惜啊 金字塔遊戲2.5顆星 校園霸凌一直是韓國很愛拍的主題 也因為已經拍了太多次 要突破更高的極限是相當困難的事情 這部劇情也不免俗的開高走低了 一開始的主軸設定還蠻吸睛 年輕女主角們也有很高的話題性 但隨著劇情的推進 還是讓人只留下了不知所云的感想 夜線照相館3顆星 能看見阿飄的設定也是被拍了非常多次 但因為男主角演技很好 我本來還是相當期待這一部的 沒想到在劇情中看到了很多已經看過的設定 而男女主角的故事也流於老套 雖然小故事的趣味性依舊不低 但整體看下來整部劇確實不夠吸引人 絕佳的解決是3.5顆星 女主角作為離婚解決師 洗手男主角 俐落的替客戶處理好很多離婚事件 而自己也在過程中努力擺脫過去家庭的陰影 乘治惡前夫 帶來了精彩度也帶來了一些感動 整體來說劇情流暢度不錯 但稍微缺少一些亮點 算是可以順順看完的一部劇 Hi 3.5顆星 李寶英雯妮這一次演繹為了尋找丈夫 而獨自面對各種秘密和巨大真相的母親 演員群的演技當然是毋庸置疑 一步步解開謎題和困境的過程也有精彩之處 但某些部分有點妥協 反轉劇情也不算太讓人驚喜 作為學藝劇在各方面來說 還是有很多可以加強的部分 雷之女王 四顆星 說到這一季話題性最高的韓劇 當然不能不提到雷之女王啦 雖然很多人一直在吐槽劇情 我也是其中一員 但是男女主角的高顏值和好演技 還是救了這部劇的老套劇情 撇開那些狗血又老套的部分 男女主角完美的化學效應 就值得大家看完這部劇囉 The 8th Show 四顆星 這部劇呢分為獵奇 而且拍攝手法相當多元 讓人真的會有在看一場秀的感覺 彷彿真的成為這場真人秀的場外觀眾 劇情雖然有不少浮誇又讓人不安的元素 但內容也不失為是現實社會的縮影 在小小空間呈現人性的現實 還有人類心理狀態的極限 想想那些讓人看著不舒服的劇情 或許都正在這個世界的角落真實發生 支配物種4.5顆星 這部的男女主角都是我很喜歡的演員 劇情並沒有明確的呈現戀愛線 但確實能感受到主角群其中的火花 主軸設定非常有新意 充滿了對未來世界的想像 也將人性的自私和貪婪赤裸呈現 劇情結構明快 其中比較尖色的部分也呈現得很清楚 可惜結尾留了相當大的懸念給觀眾 讓期待有明確好結局的我 偷偷為此扣塔克0.5分 寄生獸灰色部隊4.5顆星 改編自日本漫畫寄生獸 完整呈現了相同的世界觀 這部可以說是利用韓國影視的特效技術 將寄生獸世界以更為衝擊 又立體的方式呈現給觀眾 除了畫面精彩以外 故事也沒有馬虎 男女主角的革命情感也是其中一個看點 寄生獸對社會和人類帶來的影響 也呈現得很精彩 劇情毫無冷場看電板門 財閥刑警4.5顆星 富二代男主與正義女行警的絕妙搭配 整體除了主線故事以外 以大約兩集一個案件的節奏推進劇情 節奏感抓得很好 案件的細節處理也不馬虎 整體來說就是爽快又順暢的好劇 男女主角也都透過這部劇 展現出不同以往的演技 不管是在劇情還是演員默契方面都相當優秀 背著善仔跑五顆星 本季爆款的口碑好劇就數這一部啦 雖然收視率並沒有太亮眼 但是網路聲量非常之爆炸 男女主角憑著實力演繹演活的角色 也讓這部好劇沒有被埋沒 整部劇風格清新 雖然是穿越劇老題材 但是劇中的細節和亮點非常之多 雖然不是所有劇情線都完美 但是瑕不也餘啊 不管在風格還是劇情完整度上 都相當讓人驚艷與爆不能 本次特推老劇新拍搜查班長1958 搜查班長呢 是韓國1970年代非常長壽的國民電視劇 而2024的版本就是搜查班長的前傳故事 大家可以看到正義的警察 是如何在那個野蠻的時代 不畏懼非法的強權 新手同伴一起維護社會的安寧守護真相與正義 第一點故事竊題毫無冷場 故事一開始就藉由犯罪事件 呈現出男主角耿直又正義的性情 劇情節奏明快 緊接著轉調男主角到故事中心的警局 開啟一連串的犯罪事件 讓觀眾跟著男主角一起抽絲剝繭 對抗不合理的腐敗制度 與各有所長的同伴們 一起守護老百姓的擬近生活 第二點主角討喜演技精彩 不只男主角李立勳完美詮釋這個具有傳奇意義的警察角色 男主角身邊的每個夥伴也都擁有鮮明又討喜的性格 在一個個事件和機緣中加入男主角所在的搜查組 儘管正義的夥伴不多 但他們都親近全力發揮所長 攜手在心中所信奉的正義之路上前行 第三點分圍到位重現傳奇 搜查班長作為韓國不可撼動的國民電視劇 任何改編或是新拍都不可避免的受到很多關注和解釋 這部從氛圍到精緻度都抓得恰恰好 還請到原版自身男主角來穿插客串故事線中的現代劇情 讓觀眾能夠一邊懷舊一邊感受新版本帶來的感動 這次搜查班長所帶來的復古氛圍 讓觀眾們都能輕鬆的投入劇情 節奏明快而且精緻度很高 他們每個角色都是討喜又有趣 他們之間的一些互動也是本劇的亮點之一 大家可以跟著主角群一起解決困難的事件 打破時代的枷鎖 感受正義警察的絕對魅力 我在看的還有 靈效的階梯 碰撞搜查線 Player2 他的日語夜 紅天鵝 監察 收拾節節攀升的他的日語夜 劇情豐富又有趣 而男女主角的化學效應呢 也是 碰撞搜查線呢 激起了很多演技派們 主題是圍繞在交通犯罪的調查上 故事是環環相扣 絕無冷場 而且裡面的飛車戲碼呢 是看的人腎上腺素肌增的啊 近期雖然爆款韓劇的數量比較少 但是他們呢 依舊還是維持著不錯的質量 別錯過那些滿分考劇囉 如果你有其他推薦 或是對內容有什麼疑問的話 歡迎留言告訴我 也別忘記關注我們的IG動態 那我們就推劇下次見囉 掰掰